非洲南部 拥有丰富的蛇类资源 也是非洲蛇咬伤最多的地区 在这里 我将根据毒蛇的咬伤人数 以及毒液致命性 评选出非洲南部的十大毒蛇 你们猜黑曼巴会排在第几呢 第十名 非洲树蛇 很多人可能会比较意外 非洲树蛇不是游蛇克毒蛇吗 游蛇也能上榜 没错 非洲树蛇就是有这个实力 作为最早拿到医学的游蛇 非洲树蛇享有非同一般的待遇 早在1940年 南非就研发了非洲树蛇的单价抗毒血清 要知道这个时候 很多国家都还没开始搞抗毒血清的研究 这说明人们非常重视这种蛇的毒性 不过非洲树蛇的咬人数量非常少 亲密度只能得0.5分 非洲树蛇毒液中 还有灵血能力极强的灵血毒素 有多强呢 就这么跟你们说 在全世界所有奎科毒蛇里面 除了巨灵奎鼠和原斑奎之外 所有奎科毒蛇都会被他吊打 不过非洲树蛇毕竟是后勾牙毒蛇 后勾牙毒蛇有两个通病 一个是排毒量太低 一个是注毒效率不行 这限制了非洲树蛇的实力 破坏力只能得1分 最终非洲树蛇的危险性平分为 0.5分 第九名 灰眼镜蛇 灰眼镜蛇最早被认为是埃及眼镜蛇的亚种 于1995年独立成种 它在非洲南部的咬人数量很少 跟非洲树蛇差不多 亲密度只能得0.5分 在早期灰眼镜蛇还是埃及眼镜蛇亚种时 就一直被归类为神经毒毒蛇 因为早期的一些灰眼镜蛇咬伤案例 会出现严重的神经毒性症状 但近些年人们对灰眼镜蛇做了毒性测试 发现它的毒性并不是很强 LD5是只有1.98 2.35的水平 这说明它的神经毒含量很低 根本不像是神经毒毒蛇 碍于灰眼镜蛇早期的战绩 我只能把这个矛盾归因于毒性个体差异 破坏力得2.6分 最终灰眼镜蛇的危险性评分为 1.3分 第八名 雪葵 雪葵虽然名字里有个葵 但其实它不是葵科的 而是雪葵科的 雪葵是一种只有40到60里面的中小型毒蛇 它的毒牙非常特别 可以从侧面翻出来咬人 有的人以为自己抓住雪葵的头就没事了 结果被翻出来的毒牙给咬了 别看它长得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它的毒液可是会造成坏死的 严重坏死的图片让你看了吃不下饭 好在这种雪葵坏死率不高 致死率也很低 目前还没有死亡案例 因此破坏力只能得0.5分 雪葵在非洲南部的分布非常广泛 不过咬人数量并不是很多 亲密度只能得3分 最终雪葵的危险性评分为 1.5分 第七名 夜葵 夜葵是一种长得不像毒蛇的毒蛇 光看着长相 你们是不是觉得它是游蛇科的 但其实它是货真驾驶的葵科毒蛇 夜葵的咬人数量很多 在非洲南部仅次于古富斯葵 亲密度可以得7.5分 夜葵毒性比较一般 咬人通常只会出现疼痛肿胀和轻度坏死 目前还没有死亡案例 破坏力只能得0.5分 最终夜葵的危险性评分为 3.75分 第六名 东部绿曼巴 东部绿曼巴主要分布于非洲东部 由于分布范围比较狭窄 咬人数量不是很多 亲密度只能得2分 很多人因为绿曼巴是黑曼巴的亲戚 就以为绿曼巴和黑曼巴一样致命 然而事实却恰好相反 由于绿曼巴食谱中鸟类占比很大 绿曼巴的毒液更倾向于特化针对鸟类 代价就是牺牲了对哺乳类的毒性 因此绿曼巴的致死率是远不如黑曼巴的 破坏力只能得2分 最终东部绿曼巴的危险性评分为 第五名 唾蛇 唾蛇虽然跟眼镜蛇长得一毛一样 但其实它不是眼镜蛇 只能说关系比较近 唾蛇在非洲南部的咬人数量非常多 亲密度可以得7.5分 和喷毒眼镜蛇一样 唾蛇也会喷毒 而且它的喷毒水平相当厉害 有直射眼睛的实力 一般非洲的喷毒眼镜蛇毒液中 都含有大量的细胞毒 咬伤会造成严重的坏死 唾蛇会不会也是如此呢 非常奇怪的是 唾蛇毒液中虽然还有大量细胞毒 但却无法诱导皮肤坏死 细胞毒性很弱 破坏力只能得0.6分 最终唾蛇的危险性评分为 4.5分 第四名 莫桑比克射毒眼镜蛇 莫桑比克射毒眼镜蛇在非洲 拥有相当高的地位 甚至被认为是非洲最危险的毒蛇之一 然而他获得这样的评价 并不是因为超高的致死率 而是强大的坏死能力 莫桑比克射毒眼镜蛇是 不折不扣的烂肉网 不仅坏死率高 坏死面积也很大 破坏力得1.5分 莫桑比克射毒眼镜蛇在非洲 南部的咬人数量相当可观 亲密度可以得5分 最终莫桑比克射毒眼镜蛇的 危险性评分为 7.5分 第三名 黄金眼镜蛇 黄金眼镜蛇是非洲与黑曼巴 齐名的狠角色 如果你在非洲南部问起 哪些蛇最容易咬死人 人们最先想到的答案 往往是黑曼巴和黄金眼镜蛇 黄金眼镜蛇不同于其他眼镜蛇 它的咬伤以神经毒症状为主 坏死能力很弱 被严重咬伤的患者甚至可能在 一小时内丧命 从各方面来讲 它是非洲南部唯一可以 远黑曼巴一战的顶尖高手 破坏力得4.7分 黄金眼镜蛇的咬人数量不算很多 亲密度只能得3分 最终黄金眼镜蛇的危险性评分为 14.1分 第二名 古富斯奎 古富斯奎分布极其广泛 几乎遍布整个非洲南部 它的咬伤人数比叶奎还要多得多 可以说是碾压性的差距 亲密度直接拉满 得10分 古富斯奎的毒液主要以细胞毒和血循毒为主 坏死能力极强 看过我早期视频的应该看过一张图片 一个人被古富斯奎咬伤 整条腿都烂完了 简直是惨不忍睹 但烂肉王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致死率比较一般 显然古富斯奎也没能逃脱这个魔咒 它的死亡率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 但依靠强大的坏死能力 依旧可以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 破坏力得2.1分 最终古富斯奎的危险性评分为 21分 第一名 黑曼巴 黑曼巴的名气想必已经不用我过多介绍了 你随便找一个排行榜视频下面去看 会发现一堆人在那问 黑曼巴排第几啊 黑曼巴怎么不是第一啊 黑曼巴都没有 你这肯定是瞎编的数据 这连头能理智讲解黑曼巴的已经不多了 还请大家多多三连支持一下 如果以我们的打分标准来看 非洲最危险的毒手肯定是古富斯奎 但在非洲南部 古富斯奎并不一定比得过黑曼巴手 因为黑曼巴在非洲南部的咬伤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亲密度可以拿4分 黑曼巴是非洲致死率最高的毒手 早期甚至传闻被黑曼巴咬后 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 不过传闻毕竟是传闻 肯定是没有百分之百的 但也是绝世高手的水平 像黄金眼镜蛇这种顶尖高手 也只能被黑曼巴按在地上摩擦 能与黑曼巴齐名 纯粹是因为黑曼巴之下 只有它比较有存在感 像黑曼巴这种水平的 全世界都没有几个 破坏力得8分 最终黑曼巴的危险性评分为 32分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榜单 这种十大毒石系列是非常难做的 还请大家多多三连支持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古富斯奎跟他爸爸的总分 是差的比较多的 在非洲南部的一个蛇伤统计中 古富斯奎咬死人的数量 远不及黑曼巴水 这进一步说明了 非洲南部最危险的毒手 就是黑曼巴